注意看 这事发生在贵州山路上 让你看着心酸 但又十分感人的一幕 一名手提重物 身子勾搂的年迈老人 拖着沉重的步伐 缓慢地行走在山道上 就在这时 一辆黑色的轿车迎面驶来 而看了一眼轿车的老人 却突然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走出十几步以后 停下身子并弯下了腰 原来一块从山坡上 滚落下来的大石块 正好掉在狭窄的山中间 挡住了汽车通行的道路 善良的老人正用尽全身的力气 在帮忙清理拦的山石 但以老人的力量 想要挪走这个大石块 却显得异常吃力 而且石头掉在山路下坡 转弯处 清理起来十分危险 看见这一幕的轿车司机 马上下车 小跑着赶来帮忙 三人齐心合力 很快就将山石清理干净 男子笑着 对老人不顾危险的善良行为 表示感谢 老人淡淡地回了一句说 算不得什么事情 就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看着老人那被岁月和疾病压弯脊梁的背影 男子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稍微思考一下 他追上老人询问说 爷爷 你现在准备上哪儿去啊 还有你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老人回答说 袋子里装的是土豆 我准备把它拿到市场上卖掉 男子疑惑地说 市场离这里很远的 你多久才能走到啊 这样吧 正好我家小孩非常喜欢吃土豆 爷爷 你把它卖给我吧 说着掏出一百元钱 递给老人说 爷爷 这些钱够了吧 老人急忙拒绝说 这些土豆 是我自己家种的 给点钱就行 要不了这么多 而男子却执意把钱 硬塞到老人的手里 然后又接着询问说 爷爷 不卖土豆了 现在应该往回走了吧 那样的话 正好我顺路 可以送你回去 得到老人的答复后 男子小心翼翼地 把老人扶上自己的汽车 车子很快就来到了老人的住处 推开陈旧的木门 扑面而来的是 潮湿的空气中 散发出来的淡淡霉味 昏暗的房间内 即使在白天 也要靠着悬在头顶上 那盏 孤零零的白纸灯 才能带来一片清冷的光亮 一个不知道 经历了多少岁月的橱柜 白放在灶台旁边 因常年累月生活做饭 而熏得漆黑的墙壁 四处透风的简易棚顶 房间中所有简陋都透露着老人生活上的心酸 供着背的老人从外面取来木凳 结果木凳的男子 拒绝了美女下属 帮他擦拭凳子的举动 在和老人闲谈中 男子了解到老人的年纪已经81岁了 老伴走了以后 孩子们想把他接到身边 可是老人担心自己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 于是拒绝了 除了让人压抑的孤独 平时也都还好 再有就是一到阴天下雨 腰疼就犯的老毛病 也让他感觉十分痛苦 说到这里 老人告诉男子说 马上就要到中午了 我取些柴火 给你们简单做点饭 午饭在我这吃吧 说完 老人就离开了房间 男子站起来 又重新环顾了一圈 这个家徒四壁的住处 耳边还环绕着老人刚才的讲述 心里发酸的他 感觉自己如果再继续待下去 会控制不住眼角即将滑落的泪水 于是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打钞票 轻轻地放在灶台上 然后带着美女下属 推门离开了 抱着柴火回来的老人 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 有些愣神 紧接着他就发现了放在灶台上的那打钞票 此时的老人瞬间明白了一切 他匆忙地扔下怀里的柴火 拿起灶台上的钱追出门外 看着已经远去的汽车 老人的泪水 模糊了续线 老人冒险清理山石的善良让人感动 陌生男子敬老有爱的善良同样让人暖心泪目 让我们一起为爱心男子和善良老人点一个大大的赞 其实这善良与善良相同的感人画面 在我们这个有温度的社会 每天都有发生 下面这个视频中发生的事情 也同样会让你泪目 这是发生在监控下 惊险的一幕 仔细看 一位八十岁的老人 在上完自家最后一个台阶后 身体突然失去平衡 不断后退 然后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原来这位老人 是刚刚在家门口打理完种的蔬菜后 准备回家 只见他守住着农具 慢慢地往台阶上走 上完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 身体突然失去平衡 重心向后 身体后退 并重重摔倒在地 幸运的是 老人在摔倒之前 是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的后退 这个动作 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他 没有让头部受伤 只见老人倒地后 缓缓坐了起来 但他并不能直接站起来 可能这次摔得 还是有些狠的 自己不敢贸然起来 他就静静地坐在原地 看着路边行人 不时地挥手寻求帮助 作为高龄的老人 家中如果没有人 意外随时会发生 可见此时老人的心情 是多么的无助 他可能也在沉思 自己确实要扶老 身边需要有子女陪伴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戴着头盔的年轻小伙 出现在监控画面 只见他小跑 朝着老人的身边跑去 到了老人身边后 从老人后边 拖着他的双手 慢慢地抬起一点 放到第一个台阶上 让老人缓冲一下 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后 开始慢慢地把老人扶了起来 此时的小伙 并没有敢松手 而是让老人先站着 适应一下 小伙顺便捡起农具 递给老人 让他当拐棍牛 并询问老人 感觉怎么样 需不需要去医院 老人表示 没有什么大碍 然后又问起他的家人 都在哪里 怎么自己一个人在家 要不要打电话 让他们回来 老人说 他的子女都出去忙呢 一时半会 回不来 自己没有什么大碍 就不用给他们打电话了 小伙子听后说道 自己一定要小心一些 年纪大了 身边不能离人 说吧 同时还细心帮老人 拍拍后面的土 担心老人再次摔倒 小伙掺着老人 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台阶 上完台阶后 小伙叮嘱老人 一定要小心 看着老人慢慢往前走 小伙也转身离开 还不时地回头看 让我们为这位善良的小伙 点个大大的赞 他用实际行动 给我们好好地上了一课 他助人为乐 和体贴入微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社会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同时也提醒为人子女的朋友们 如果家中有高龄老人 千万不要让他自己在家 一定要照顾好他们 老人为我们奉献了一生 一定要让老人 老有所依 安度晚年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走进人世间 传递正能量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